大家好我是小思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骗保以及骗保的危害啊 因为不少朋友对骗保这事可能有误区或者有误解 主要是两种心态 第一种心态呢是觉得我买了花钱买了保险啊 这个这么长时间没出事 这个事是不是就亏了啊 所以能不能知道点事从保险公司那点钱 第二种呢是买了保险也出了点小状况啊 但是这个状况呢赔的不多啊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状况搞得再大一点啊 多赔点钱 总而言之呢是希望从保险公司那多拿点钱回来 应该说这种心态还是比较有的啊 这个说几种比较典型的情况吧 就是在这个骗保界比较典型的几种情况 这个以及后果啊 第一种叫捏造事实啊 这个之前就看过一个例子挺有意思啊 说这个一个老哥买了个倒墙鞋 然后他买辆车 这个买倒墙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又把这个车啊 说你看我也没被倒没被抢 怎么他弄点钱呢 就把他这个车给藏起来了 然后去找这个保险公司报案 说我这个车被人倒走了 而且车上有贵重物品 你得给我按照当时的那个保额 赔多少多少钱 人家保险公司一查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不仅没有退钱啊 后果就是不仅没有退钱 而且保费盖部退还 终止合同 这是可以的啊 这是第一种 捏造事实 还有一种情况比这个更严重 叫故意制造事故 这个事就比较大了啊 之前跟大伙聊的时候啊 特意说过就是关于这个子女 或者叫孩子上保险这块 其实要求是蛮严格的啊 一般只有这个监护人啊 只有父母才能给孩子买保险 为什么 其实就担心有这里头有道德风险啊 比如说你故意造成人身伤害 然后去保险公司骗保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啊 这种事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往刑法这个方向去了 就不是说说少赔点钱多赔点钱 或者少退点钱多退点钱的事了啊 基本上就可以送进去了 或者叫如果发生了啊 就一定要被送进去了啊 所以不要干这种事 这是第二种啊 叫故意制造事故 还有一种呢 这个你说严重吧 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概率比较大啊 就是把小事变成大事 尤其是在车险的这个理赔过程中 你比如说我们看过一个案例啊 本身呢就是蹭了一下啊 掉了点漆啊 然后呢他说 这个事